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思路系列 介绍叙利亚与黎巴嫩 作为两个流域和地中海文明的十字路口 叙利亚和黎巴嫩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必正之地 政权流转和不同宗教的汇聚 埋下日后冲突不息的宿命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第一位是台湾籍叙利亚媳妇 赖花秀 赖小姐 您好 佩玲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专业领队徐峰瑶先生 峰瑶 您好 佩玲 好 大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是叙利亚跟黎巴嫩 这两个国家一般来讲 我们在电视媒体接触到的时候 大概都是跟一些冲突或者是恐怖行动都有关的 可是其实这两个国家是很重要的一些文化 还有宗教的一个交汇点 那今天想请教峰瑶就是您是真正去走访这些地方 有跟当地的人接触 然后亲眼去感受到这些文化的 您觉得您自己在实际走过这些地方 跟你看到我们这些媒体大部分都是受一些欧美媒体的影响 你觉得这个差异点在哪边 我觉得差异非常大 尤其是在黎巴嫩 各位可以知道整个黎巴嫩 叫黎巴嫩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的阿拉伯人是从南方过来的 他没有看过雪 所以他说这个山头上有雪的这个地方 他就叫黎巴嫩 所以这个国民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仔细再去看一下黎巴嫩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山上有积雪的这个土地 那个字就是山上有积雪的土地 对对对 OK 所以到那个地方之后 我们可以再去往下谈 就是你可以看到 对不起 这个黎巴嫩的国旗上 它有一个雪松树的那个国会 Sida 那个是早期 譬如说泰尔的国王要去进贡给 或者是跟所谓的所谓的 所罗门王去贸易的时候 让他去让所罗门王去盖圣殿的时候 Sida就是那样的一个木头 或者我们谈到早期地中海的一个 所谓的航行贸易 我们谈到菲尼基人 那个雪松树也是菲尼基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 或者是建筑传制的一个部分 在皮克斯扣斯协定之后 那整个奥特曼图尔基的势力 慢慢消除在整个半岛上 它被划归为所谓的法国殖民地 所以整个的Sida 现在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像法国一样的 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很多人会说 它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小巴黎 或者是整个中东的 很多的流行音乐 其实是来自于黎巴内 换个角度讲叙利亚 叙利亚另外一个角度 叙利亚是在我们去之前 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 应该没什么东西可以看的地方 或者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但是你实际上去走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完全不一样 人民的纯朴 人民的那个踏实 人民的亲切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它的世界遗产的部分 也是让你会惊艳的 譬如说像克拉克骑士堡 这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所谓的医疗骑士团驻扎的一个城堡 所谓的内墙外墙 仍然保持得非常的完整 阿勒坡的古城 阿勒坡的市集 大马士革的市集 大马士革的乌玛亚清真寺 每一个地方走完 你都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美 或者是帕米兰 帕米兰是整个 我们今天谈到思路的 过程当中 终继站 那个终继站 就是在帕米兰那个地方 所以你走完叙利亚 我们之前是会走 就是说 黎巴嫩 叙利亚 以色列跟约旦 每个人会觉得叙利亚 应该是最没看头 回来之后 每个人都说 最有看头的是叙利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而且在整个伊斯坦的发展 过程当中叙利亚 是第一个王朝 乌玛亚王朝的 新奇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充满文化的一个国度 是 而且听风瑶 这样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就觉得 跟我们的印象中差好多 很想去看看 是 那想请教一下赖姐 首先先介绍一下 您的名字叫Latifa 那这个名字听起来 听起来很美 是不是先给我们 介绍一下它的意义 那您本身是 嫁到叙利亚去 那待会就要听你 谈谈说这个叙利亚 就您自己本身的 接触的感觉是怎样 Latifa的名字 这是阿拉伯文翻译过来 它有温柔高贵的意思 好名字 谢谢 然后呢 其实我在进入叙利亚的 第一步的时候 第一次到叙利亚的时候 我下飞机那一刻 就是觉得叙利亚是一个非常淳朴 没有很刻意造化的一个城市 我又一次去在欧马亚清真室 我碰到外国观光客去 它是基督徒 然后他们在那边 他就坐在那边 那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感觉是怎么样 他在清真室的感觉 他说他的感觉就是很和平 很祥和 让人觉得说很舒服的感觉 他很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叙利亚它是一个非常 百姓 所有的都是喜欢和平的人群 然后他们甚至在假日 一定会有 不管有钱没钱 有钱他们可能会 富裕人家可能会到 他们自己的别墅去度假 那比较就是说一般的家庭 他们就是到公园铺地而坐 然后在喝茶聊天 啃瓜子这样子 生活就是很悠闲 这真的跟我们印象中的 这个概念很不一样 那想请教一下枫瑶 那如果说其实你们看到的 你们接触到的叙利亚跟黎巴嫩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其实理解到 尤其像是黎巴嫩 它是一个宗教非常复杂的地方 我们用宗教拼盘来形容它 它有基督教 然后有伊斯兰教 还有不同的教派 像是逊尼教派和什叶派 那甚至于它的这个真主派 跟以色列这边也不时有冲突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 从宗教的部分去理解 这个复杂的状况呢 其实我必须先声明一件事情 是宗教本身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宗教本身是安全的 但是关键在于是领导者 就是说领导者会把一个宗教 带往和平或是战争 是人去控制不是宗教 那所以我们没有说宗教哪个好 或哪个坏 而是说或者说这个争端是宗教冲突 其实我也不见得 我觉得是一个在殖民之后 一个政治利益的均分 有多有寡的问题 我们有比较难听的说法 就可能分赃不均造成的结果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搭配 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教派 也就是说宗教变成了一个 凝聚一群人 一群人的一个工具 而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举例这样讲 在整个的我们的西方的一个谈论 有一个叫做后殖民 后殖民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黎巴嫩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黎巴嫩就是一个标准 当殖民者离开之后 那整个黎巴嫩的政治分配不均 他把当时整个的政治权利 完全交给了基督教马龙派 所以呢当时的穆斯林就要求 你为什么把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利 完全交给基督教马龙派 所以当时他们就要求 我们重新人口普查 我们重新去计算 国内的各教派的人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不是宗教的问题 也不应该完全只是归结于 教派的冲突的问题 而是当殖民者离开之后 这利益分配的问题提起来 利益分配的问题 所以当这个战争的背后 我们不能够去说 所以有问题的是宗教 我们应该要说有问题的 可能是整个殖民之后 政治利益分配不均 导致各个主要的宗教头人 产生出来的一个混乱的状况 而这样的一个教派控制的 叙利亚跟黎巴嫩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是 赖姐 像您身为叙利亚的国民 是黎巴嫩的邻居 那您怎么样看这些 这个黎巴嫩的国家呢 其实在我们认为 黎巴嫩也是叙利亚的一个国家 因为在之前 在第二次战争之前 大叙利亚包括了叙利亚本身 黎巴嫩 巴勒斯坦 约旦 还有伊拉克 这我们称为大叙利亚共和国 所以在黎巴嫩跟叙利亚的 我们相处几乎是没距离 它就好像台北到台中的距离 我们要开个车 过去两个周投就到了 只是过一个边境 检查个护照而已 那黎巴嫩的经贸 几乎也是靠叙利亚在维持 因为它是经贸自由国家 然后叙利亚的经贸 可能关税会比较可 所以通常很多商人 他们会把商品 运到黎巴嫩国家 可能关税比较低 然后再用一些方法运到叙利亚 所以两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就好像兄弟一样 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兄弟 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让他们分了家 所以其实对你们人民来说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其实就宗教来讲 大家都是同一个宗教 其实是一个大区域的概念 对 我们就认为 在伊斯兰的信仰 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 共同体 应该说整个是穆斯林共同体 大家互相的一个 所以现在一个战争 也影响到黎巴嫩的一些 也影响到很深 他们的经济各方面 现在叙利亚的难民到 黎巴嫩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也整个造成了 黎巴嫩的一些负荷灾 所以这也就是战争带来的一些 负面的一些影响 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影片里头 在介绍这个斯陆的过程中 特别介绍到一个城市 巴亚贝克 那他在斯陆上面扮演的角色 是非常的关键 也留下很多文明的这些足迹 那是不是可以请风险 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巴贝克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它其实非常靠近 整个的叙利亚的一个边境 所以我们进入到巴贝克 可能过了不久 我们就进入到叙利亚 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骑士堡 我的意思是 巴贝克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亚迪娜的神殿 然后整个罗马的神殿的建筑 它的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有多高的一个柱子 现在仍然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想的事情是 当时这个地区多么的富庶 因此人们可以捐钱进来 然后建造巨大的蛛丝神殿 然后亚迪娜神殿 它现在保持着非常的完整 那当然它旁边附近 有所谓的采石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罗马的神殿建筑 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 一般的朋友可能会很难想象 原来黎巴嫩也有 罗马帝国的痕迹存在的 当然是 因为这个地方 不论是叙利亚或黎巴嫩 它都是一个所谓的 横化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必经之路 所以自然而然 它的文化堆叠就非常的深厚 罗马 然后再来东罗马 然后伊斯兰 然后层层的堆叠 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地上 有非常多的历史 非常多的故事 是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块土地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 等到再回来再看这个土地 现在却被战火揉令成这样 实在会特别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可惜 那尤其是叙利亚的这个内战 真的就像刚刚赖姐说的 也造成了很多的难民 甚至都已经跑到 邻近的国家去了 那叙利亚的内战 但它最主要发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在最 其实这个要追溯到 40年前的一个政府统治 就是老总统的一个 一个军政统治的一个 延烧下来的40年的一个忍耐吧 百姓的忍耐 然后最原始 这一次的战火的最原始起火是一个小孩子的诉求 他想要自由 然后事实上在叙利亚本身 它是一个 你看表面看是自由的一个国家 然后百姓因为大家都相处得很和谐 所以你看不出它所谓的不自由 可是你在外面你谈论到政治的时候 可能随时要担心你旁边有秘密警察 会去密报 所以在言论上其实是没有那么开放的 对 就是在言论上面自由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最起端就是在一个小孩子诉求自由的一个开始 然后政府的一个打压 一个镇压 一个镇压 然后百姓的希望的诉求就是改革 改革就是游行嘛 然后就是政府又镇压 所以就变了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 你越镇压我就越 可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在那边了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越演越烈到现在不可收拾的 那现在的 现在有这所谓的反抗 就是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能力去对抗政府的 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说 在伊斯兰的信仰里面有提到说 末日的征兆是伊斯兰的复兴会从叙利亚开始 大叙利亚开始就包括刚才讲的这些 里巴那 巴勒斯坦 伊拉克 约旦 这个大叙利亚再复兴起来 所以在这个复兴之前会有一个大战乱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战乱特别多 这就是在伊斯兰的一个信仰里面的一个理念 那这些为了捍卫 捍卫信仰 捍卫伊斯兰信仰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说 我就是要保卫我的国土 然后不受侵害 所以他们很坚持就就一直奋战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痛苦背后是有一个信仰的支撑在里头的 那可是我们在看这个难民的生活是特别让人不仁 那尤其是赖姐你自己在面对自己的同胞等于是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对于难民你本身也有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对比一下现在难民的情况跟之前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呢 谈到这一点真的是有些会让人真的很心酸 我曾经去拜访 在我还在区里的时候 我曾经去拜访 从灾区逃出来的难民 然后他们就是把妇女小孩送到安全地点 然后男人就是又回去战区这样子 所以这些妇女小孩就没人照顾了 然后同等于他们的小孩子也没办法接受教育 而且要随时担心自己的先生自己的爸爸 会不会平安回来 所以他们现在能够接受也就是外面的支柱 能逃出来到难民的 算是比较幸福 比较幸运的 对 那还有很多还在封守区的地方是 甚至听说那边就很多小孩子饿死的 所以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对 就是这样子 那封瑶其实你自己这些地方你都走过的 不管像是大马 诗格或者是阿勒普 都是在文化上或者是在文明上就是璀璨一时的 那你现在在看到他们受到这样战火的揉力 那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自己觉得很舍不得 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大马 诗格 他有着直接 直接就是一个一个 譬如说我们在讲基督宗教的时候 我们讲到保罗 保罗就是在大马 诗格有一道光设下来 他才从原本的罗马军官迫害基督宗教的 开始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我们甚至可以在直接里面看到那种早期基督宗教 秘密集会 他们躲在那种地下室的那种教堂内 我们在大马 诗格都看得到 好 我们再来看到大马 诗格清真寺 大马 诗格清真寺多么的棒 因为它是一个早期乌玛尔建筑的典型代表 这样的一种典型代表流传到了向北飞去 我们现在可以甚至可以在 其实大马 诗格清真寺非常有趣的点在于是 它仍然保留了那个世袭者约翰的一个头颅 所以整个叙利亚可能大家都觉得 好像宗教的纷争是很多的 但实际上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当中 非常尊重基督宗教 穆斯林也非常尊重基督宗教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世袭者约翰 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 所以仍然人们 即使是穆斯林进去到大马 诗格的清真寺里面 他仍然会坐在那个地方来去遥想先知 这样一件事情 而大马 诗格清真寺早期 它其实就是一个教堂 所以慢慢转变成所谓的清真寺 胡森就是让实业派跟逊尼派大分裂的胡森 这个首集相传也是留在大马 诗格清真寺 所以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 是纠结在整个大马 诗格当中的 还有像阿拉伯的古城 阿拉伯的古城让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阿拉伯人的防卫 你会发现到它的城门 它是故意设计在侧边的 它是故意不让你的工程锤用力往前转 没有势力点 没有势力点 你要转弯 所以你会发现阿拉伯人太聪明了 还有整个阿拉伯古城下的那种传统的市集 好像让你走入了时光隧道 让你好像在整个的 回到了六百年前 七百年前 一个传统的大市场的感觉 但现在我想 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 阿拉伯的古世纪是被战争完全摧毁掉了 对 完全摧毁掉了 已经不见了 一场火 对 一场火就要烧毁了 对 那大马 诗格呢 我希望它是 到目前还安全 还安全 我希望它整个的城市是完好的 因为我觉得它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或在整个一个伊斯兰的一个历史上 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等于是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兴起 而王朝的兴起代表着是一个 精致文明的开源 所以在大马 诗格新增寺 那个精致心是非常棒的 对 所以我希望 这样的一场战火能够平息一下 因为有太多人类的足迹 不应该消失在这样的一个战火当中 是 那最后想请教两位的问题就是 这部纪录片它的主题是 来自远方的祈祷 那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在纪录片的最后 那有一位父亲 他的儿子因为宗教战争而往生了 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去复仇 可是他却愿意放下仇恨 那他讲了一句话 让他觉得特别的感动 他说不管是任何的教派 或者是任何宗教的人 在这块土地上 大家都是渴望和平的伤心人 那我想这个是可能是 大家在这块土地上面 共同的心愿 那首先想请教赖吉的就是 您自己身为一个 叙利亚籍的这个媳妇 那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纪录片呢 其实就好像我的先生一样 像现在因为战乱 我带了儿子回台湾读书 所以跟先生是分开 他在序里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我们能够早日回去 能够再跟我先生 跟那边的亲友 一起过着一样过去的 和乐的生活 悠闲的生活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身为女人 最基本的期望 对 然后也希望说 因为战乱 这个 这些儿童 因为现在叙利亚的儿童 几乎是没有学校 很多 几乎没有学校在就读 所以希望说 因为这个战乱的 希望这个战乱的结束 能够让这些孩童 恢复到他们的统真 而不是因为战火在 生活在心惊胆挑的生活当中 方先生 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讲得太棒了 我们都是祈求和平的伤心人 告诉我 给我自己的歧视是 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但是我们不应该 直记得仇恨 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 有这样的纷争的产生 产生出很可怕的后果 但是我们不应该 记住这样的仇恨 而敬而跟你报复 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才能够让这一块土地 继续和平下去 恢复到以前和乐的生活 恢复到一个 现在仍然有这个 像在马鲁拉 还恢然讲的耶稣时期的亚兰语 继续有着非常璀璨的 一些世界遗产的局面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 真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 要我们得到学习 能够得到成长 我们要记忆的 不应该是仇恨 而是这仇恨背后 其实它有更重要的精神 我们如何能够去看到 我们下一代更美好的 这个和平的未来 那在台湾 我们都觉得好像和平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真的对很多 国家的人来说 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也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 献上最大的祝福 希望他们都能够 早日脱离战火 找到他们心中 那块和平的净土 感恩各位 感恩 谢谢 也感恩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阵词 感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